那继续写下面几个字 第一行的 那我平常写的话 可能比这个稍微要快一点 今天示范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仔细看就行了 这样 横笔的收笔 就这样就行了 要往下压一点 然后顺势 把那个方向往下 就这样 这个左字 要记住它的那个上下非常非常高 中间也很空 所以你要写出这个感觉了 就很高很空 然后下面 挺低的 那个公子 所以那个两个横的那个去向可能也会不太一样 我这个可能做得过分 撇的话就是稍微有点点下来就行了 一样 竖划齐笔也是 稍微按下去一点 然后 毛笔来 毛笔字来讲是调风 那钢笔字的话 没什么风可言 直接就 滑过来了 我这笔我的位置可能太靠里边了 这个彩字也是一样 非常非常 舒展 就像一个人在走高峭一样 所以你写的时候要注意这方面 这个贴的特征就是 很舒展 给人一种非常非常 秀丽的感觉 你看这一笔 左边低 右边高 看很明显的 很有特征的 这个 这本铁 然后那个 那也拖得比较长一点 而且要往右边拖出来 就长这种感觉 我这个写的不是很精确 再写两个字 再写两个字 我这个贴是网上打印出来 然后 不是 网上下载的 然后是 翻转以后 才打印出来的 那这个方子原来是没有的 我补上去的 那这个编板也不是很清楚 我就随便这样写了 你也不需要害怕写错格子 没有关系 还是要写得到位 打格子 像写这一幅字的话 打格子要相对打的宽一点 格子要大一点 因为它很有 很有左右上下的那些 伸展的 感觉 这些 再写一幅字吧 再写一幅字吧 看它这里 画得很像 你的感觉 我也是 看到我的感觉 这些 是 有点 有点 是 有点 感谢观看